Hello 各位 电动车公社好人一个 没想到新年开工第一天 就给我派了一个重磅车型 全新极客001 在我正式接触它的这一整天时间里面 我发现这台车 非常的像是一个极客001F2的民用版 那在正式开聊之前 先跟大家来个开胃小菜 其实大家乍一看新款001 几乎好像跟老款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想说的是 它把F2的精髓全都学到了 全车车长达到4米977 车宽没有变还是1米999 车高来到了1米545 整个三维除了宽度没变以外 整个车长加了7毫米 车高降低了15毫米 所以变得更加的低趴 更加的修长 与此同时 它的F2套件 你能发现它的前唇 包括轮圈样式 还有它的后杠 以及定峰尾翼 全都向F2看齐 那在整个硬件层面 也得到了升级 比如说它的空拳 现在全部升级到了双枪空拳 头顶一颗激光雷达 虽然官方并没有跟我们说 具体的硬件配置 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咱们还要等到发布柜上去说 车身侧面你能发现 过去用户所吐槽的慢冲口 现在与快冲集合到了一块 这里面是有说法的 这台车它能够给别的车充电 也就是V2B 它的公路营达到60千瓦 也就是相当于是 外面一个国网的水平 那V2L 也就是我们露营这种场景 想要外放电充电的 这么一个场景 是6千瓦 也比过去的老车型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北部还新增了一个拖车沟 当然我们这台车是没有选配的 它的牵引之量是达到了2分 也就是说路面上80%这种小轿车 你拉它都没问题 既可以给别的车充电 还能拖别的车走 这次试驾 大概有20多台车 我目前只看到了三款颜色 白色跟橄榄绿 还有一个橙色 我个人认为我最喜欢的 还是橄榄绿 还有我们的这台白色车身 当然以上这些还不足以让我称之为 它是一个FR的民用版 首先就是动力 这台车前后电机加起来580千瓦 3.3秒破百 这种参数放在油车上 基本等于一个V12的水平 这台车非常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的后电机 后桥电机310千瓦 就是FR那个同款电机 动力虽然确实是非常强的 但是它是一个永次同步电机 它有一个天生的弱点 就是它在不工作的时候 会增加行驶比 所以这在我们城市拥堵的路况 包括下坡路的时候 它的能销不高 它们就非常机智 把前面的前强电机 缓装了一台270千瓦的感应 一部电机在城市中走走平行 能够保证效率 这样既能保证 在激烈驾驶中的动力 也有能在城市中拥有一定的节能性 在平衡点这一块 算是拿捏住了 这两台电机 还并不能完全支撑降低能耗 其实最最关键的 还是800伏的全站平台 这台车整个从减速器 包括热管理以及电机电池 全部都做了一个800伏的适配 我们身旁的这台车 是一个100度的麒麟电池 最高续航能够达到700多公尺 它的入门版本 也有一个95度的神型电池 是一个磷酸铁底电池 其实相比之前也是多了一个 10度电池的容量增加 所以续航上也做了一定保证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这是一台民用版的FR 保证暴躁的动力的同时 它又能拥有更长的续航 去压榨整个电池包 提升整个车的一个行驶效率 当然这台车的内饰就更有钱坤了 更符合民用这二个字 咱们车上去聊 其实我来这次试驾之前 看到一些老车主的提车报告 会发现他们都吐槽 001的内饰不够豪华 于是即刻看到了 行 你说我不够豪华 告诉你什么叫堆料框膜 于是乎新款的001 触手可及的地方 几乎是没有一点塑料 全都是转材去包裹的 另外还有老车主会吐槽 老款的001只有8个扬声器 根本不够用 这次新款的001 二是8个扬声器 甚至它们夸张到什么程度 每个座椅都给你配备了 两个独立的小印象 大家不用担心质量 还是亚马哈的算法 另外他们还把长板 给拉得更长了 就是堆料 就是堆料 这台座椅 你会发现整个座垫 比老款的要更长 他们配备了一个叫 5D振子模块 怎么理解呢 就是这是一个会震动的椅子 有了这样一个功能之后 除了能够配合 他们的影院模式 营造那种更沉浸式的 那种影院的效果以外 它还有一个休息模式 可以为你的身体去放松 去按摩 这是在按摩这个功能之外 又有的一个功能 据说这也是一个标配 可见他们堆料堆得非常猛 东叔现在新端上是冰箱采电大沙发 这次他们在采电这一块也没有落下 四块屏幕 全夜镜仪表屏 15寸的OLED中控屏 配合8295的芯片 同时这块中控屏幕 具备香日葵功能 大尺寸的HUD 当然后排也没有落下 后排渔轮控制屏 可以控制音量大小 并且还能够控制四围灯 新增了一个老板件 后排椅子确实软了很多 据说它海绵 是从0090上搬过来了 除了两个头疹音响刚刚提到的 座椅的加热 按摩也是都有的 另外EC光感天幕也进行了升级 不仅十档可调 还做了十个分区 可以前后分区 也可以调成百叶窗的样式 据说是跟波音飞机同款的一个窗户 当然如果纸醉料还不够 这台车它的设计感也提升上来了 首先 它们的门窗控制按键 变成那种波感式的 是不是很像背 不是不是 很有未来感 然后它的换挡波感也变得更加的小巧精致了 以及整个过去的那种钻尾灯的灯条 全部换成光铺似的 这些细节 再加上那种棕灰色的内饰颜色 给有一种感觉 就是运动中多了一点点 优雅出来 但是 有两个小细节 我估计强迫上看了都得着急死 它们这个杯架一大一响 方向台上确实换了一个物理眼镜 但是多了两条缝 这要特别藏灰 更高级优雅的内饰 超大杯的配置 更酷炫的外观 FR同款的电机电池 如果满分之五分 你们会给这次改款的001打几分呢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告诉我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 对它路上驾驶表现 有一个非常大的期待 咱们下期再见